同学们午安,今天和彤老师一起来上课学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动物和他们的用途 就是Animals and their Uses 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今天来一起上课咯! 同学们在没有开始今天的课学课之前 先来和彤老师读一读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星期五 Today is Friday Hari ini hari jumaat 今天的日期是2021年5月28日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上课学 今天 同学们先来看看动物和他们的用途 Animals and their Uses 同学们你们懂吗? 有些家畜与家禽提供我们食物 Some farm animals give us food 就是我们在家施养的 家畜与家禽 他们都会提供我们食物 你们想一想有什么家畜呢? 想到吗?提供我们食物的 上次老师说过了,老师教过你们 牛奶从哪里来呢? 对了,我们家畜有牛或羊 他们都会提供我们食物 家禽则有鸭子或者是鸡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提供我们什么食物呢? 看,有些家畜与家禽提供我们食物 Some farm animals give us food 还记得吗? 牛提供我们什么呢? 你看,牛它的挤牛奶 牛奶会提供我们什么呢? 牛奶可以制作成 乳烂 乳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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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我们可以制成 乳烙 牛肉 牛肉 肉 它的肉可以提供我们什么呢 对了 提供我们牛肉 牛肉 beef 牛肉 它提供我们牛肉 对了 还有羊的话就提供我们吃羊肉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 有什么家庭呢 刚刚老师说了 有鸡 还有鸭 好 我们看 鸡能提供我们什么呢 对了 我们早餐吃的 可以提供我们鸡肉 chicken 鸡肉 chicken 它的肉 提供我们鸡肉 还有呢 每天早上吃的 鸡蛋 鸡蛋 egg 鸡蛋 egg 这是家庭提供我们的 鸭子呢 也是提供我们鸭肉 或者是鸭蛋 或者称为咸蛋 它们提供我们的 还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除了提供我们鸡蛋 除了提供我们 食物 有些家畜与家禽 也提供我们 材料 制造物品 好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东西呢 对了 也是有牛 牛 提供什么材料给我们呢 你们想一想 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 这个是什么动物呢 对了 这个是绵羊 sheep sheep 绵羊 sheep 好 我们看 它们提供我们什么东西 好 有些家畜与家禽 提供我们 材料 制造物品 some farm animals give us materials to make things 好 同学们 你看 这是牛 牛的牛皮 它的皮 同学们 你们猜一猜 它的皮可以制造什么呢 对了 它的牛皮可以制造 有看过吗 这个是皮鞋 皮鞋 shoes 这是皮鞋 shoes 用牛的皮来制造的鞋子 这是制造的鞋子 这是皮鞋 shoes 牛的牛皮还可以制造什么呢 朋友们有看过吗 这是皮衣 皮衣 用牛皮制造的皮衣 jacket 皮衣 还有平时 八把绑在腰上的是什么呢 绑在裤子上的是 这是腰带 腰带 平时 我们也是有佩戴的 这是腰带 这种呢 就是用牛皮制造的 腰带 腰带就是 belt belt 这是牛 提供我们牛皮制造的物品 有皮鞋 有皮鞋 shoes 有皮衣 jacket 有 jacket 还有腰带 腰带 belt 好同学们 这是牛提供我们的 材料制造的物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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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种就是它的毛 绵羊的毛 绵羊的毛 可以制造什么呢 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 绵羊的毛 冬天的时候 很冷的时候 它的毛可以帮我们保暖 所以可以制造什么呢 对了 可以制造成 绒帽 绒帽 它的毛可以制造帽子 绒帽 如果冷我们要穿 袜子 袜子 这种是用绵羊的毛制造的 毛袜 还有什么呢 冬天太冷了 我们可以穿 毛衣 毛衣 这种是绵羊的毛制造成的 缝制成的衣服 毛衣 毛衣 好 看 绵羊提供我们毛 可以制造很多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有些家畜与家庭 能帮忙我们工作 它们不只提供我们食物 还能帮忙我们工作 提供我们食物 提供我们材料制造物品 也能帮忙我们工作的 有些人帮忙我们工作 同学们想想 有什么家畜 帮忙我们工作呢 平时在稻田上有看到什么呢 对了 牛 牛 你看 牛可以帮忙什么呢 帮忙农夫 耕田 翻新泥土 你看 牛 所以 有些人帮忙我们工作 有些家畜 能帮忙我们工作 帮忙我们工作 好 同学们 现在老师要你们做什么呢 现在老师要你们做什么呢 我们来复习一遍 好 好 以下 看看以下的图片 动动脑筋 这些食物 能提供我们什么 圈一圈 好 这是鸡 好 同学们 这是鸡 请问鸡 能提供我们什么呢 是衣服呢 是鸡蛋呢 还是蕃茄 好 同学们 接下来的是 这是什么动物 这是绵羊 绵羊 能提供我们什么 是鸡蛋呢 是鸡肉呢 米饭呢 还是毛 可以知道毛衣的 接下来 这个是 支支支 对了 这是牛 牛提供我们什么呢 好 同学们 如果你们知道答案的话 拿起你的铅笔 圈起来 好 在你们的课本上 圈起来 完成这个复习 好 老师做一遍 这是鸡 对吗 提供我们 可以制造衣服吗 它的毛 不对 鸡 提供我们 鸡蛋 对吗 对的 我们就要 圈一圈 把它圈起来 好 把它圈起来 所以把正确的答案 圈起来 可以吗 同学们 接下来 看看 好 同学们 请拿出你的科学作业 请翻开第15和第16页 好 我们现在来 开始做我们的科学作业 还没有开始做之前 请写上今天的新 日期 今天日期是星期五 2021年5月28日 好 同学们来看看 听老师指示 动物和它们的用途 animals and their uses 我们可以在这些动物身上得到什么 年一年 这些动物 可以提供我们什么 这些动物 可以提供我们什么 牛可以提供我们什么 你们去画线 黏一黏 如果是鸡 能提供我们什么 你们把答案 黏一黏 画线 黏一黏 Mesh 好 接下来另外一页 这些动物 提供我们什么 圈一圈 你看这个鸭子 这只鸭子 提供我们什么 把答案圈起来 老师刚刚说过了 这只鸭子提供了 什么 这只鸭子提供我们 这只鸭子提供我们 好 这只是牛 牛提供我们什么 好 同学们你们把答案圈一圈 好 接下来 把以下的练习也完成 把动物 妈妈和他们的幼儿 粘起来 Mesh the animals to their young 好 帮他们找他的孩子 粘一粘帮他们找他的孩子 可以吗 好 接下来同学们 记得把功课完成后 拍照交上来给老师检查哦 好 同学们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就上了这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拜拜